海归留学生是祖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直以来 大家都在高喊科学无国界 很多人在学成后加入美国国籍 在我国有两位神童 正当他们退出美籍准备为国效力时 却突然在美国离世 而且死因极其相似 疑点重重 他们分别是物理学家张守成 和天才数学家任伟 张守成是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世家 他的童年正好是文革时期 父母没有时间管他 张守成处于放养状态 在自家阁楼里 他发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书 从艺术到科学 没人教育他的时间里 他就遨游在这些书籍中 起初他最先涉猎的不是物理 而是文学 而且与别人不同的是 他从来不会完整地看完一本书 因为他只读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从小学时 基本上就把对自己有影响的书读完了 13岁时 父亲给他买了一套高中数理化 自学教科书 没想到这套书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宝贝 1977年恢复高考 15岁的张守成靠着那套书 在没有上过高中的情况下 考入了复旦大学物理系 两年后被选中前往德国柏林大学 而别人需要花7年才能毕业 张守成三年就完成了 在学习之余 他利用各种机会了解德国的人文历史 尽管学业有成 但他还是消沉过一段时间 当时学理论物理的很难找到工作 一些研究员纷纷逃离到新兴产业中去 对于未来物理的前途一度让他感到迷茫 他决定将毕生所学 投身于物理学研究 是因为在格廷根大学的一片墓地 每个人的墓志明都镌刻着 生前发现的一道重要公式 张守成被深深地震撼了 他认为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我在这个人生最最失落的那一刻 我来到了德国一个著名的大学城 叫格廷根 我来到了这个城市的一片墓地 许多的伟大的科学家 他们埋葬在那里 所以他们的墓碑使得我非常的震惊 小小的墓碑上面有他们的名字 他们的出生年月和他们死亡的年月 但是他们都留下了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接近 之后他开始思考自己的具体研究方向 接着来到美国 投身杨振宁的门下 攻读物理学博士 1993年 受到斯坦福大学物理系主任 周定文的赏识 被邀请进入斯坦福任职 32岁 被评为斯坦福大学教授 同时也是该校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 同时将自己的国籍改为了美国籍 导师杨振宁曾经评价他说 他获得诺贝尔奖只是时间问题 可见他的实力有多强 你要问我他 我觉得他迟早会得 迟早会得 因为他这个工作非常重要 张守成的 妙子自学霍尔效应 拓不绝缘体 两项理论 让他成为当代物理大家 对于这些成就 国人却有不一样的声音 认为他的国籍都已经改了 贡献再多 已经和祖国没有关系了 其实我们错怪他了 在张守成取得成功的同时 2009年 张守成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教授 亲自指导清华大学学生科研 还开办各种讲座 培养清华大学人才 杨振宁2017年放弃美国国籍回国时 张守成也有心和老师一起回国 为国家做贡献 但没想到再回国前夕 却传来他去世的消息 享年55岁 在去世前 张守成以实验室的名义宣布 与华为合作研发的 5G技术的核心产品 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突破 消息一出 顿时引起了各国的关注 而张守成的妻子 却得到一个电话 对方告诉他 张守成自杀的消息 这件事也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 对于张守成的死因 外界猜测不断 在网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读 有人甚至把这件事 和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被拘押 以及荷兰一家企业的火灾联系在一起 不过他的离世 对很多企业家来说损失惨重 另一个说法 是美方给出的结论是抑郁症 对自张守成的家人曾回应 他生前确实与抑郁症作斗争 还有人指出张守成生前最后一场 在硅谷的演讲 他气宇轩昂 不像是有抑郁的表现 但最终死因还是不得而知 另一位天才数学家 任伟 任伟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家庭 父母是贵州来打工的工人 为了让儿子有更好的生活 一家人搬到了上海 父亲一间打三份工 母亲省之俭用 但没有放松对儿子的教育 他们只希望儿子能健康成长 在任伟两岁时 父母发现他对数字非常敏感 尤其在一次参加学前组奥赛时拿下第一名 他的天赋就开始发光了 父母看到儿子有这么高的天赋 决心好好培养 果然家里出现了一个天才 九岁任伟就凭借自己的智慧 三年完成了小学所有的课程的学习 直接升入了初中 中学课程 对很多人来说很难 但任伟早就领先了其他人 15岁任伟直接收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 和其他有名高校的邀请 还是保持对于数学的热爱 最终他选择了芝加哥大学 在学校里他还是一样优秀 本硕博联读 在同学眼中 他也是一样思维活跃 有天赋 读博期间 他以学生的身份 成为数学系微积分的讲师 还研究婚数学 这种研究在军事科技上运用十分广泛 如果按照这样发展 人伟将是我国不可多得的人才 如果回国发展 将自己所学知识运用到 我国计算机和军事上 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突破 不幸的是他在美国一待就是永远 还有消息传出 他被芝加哥大学邀请留学 美国那边希望他可以留在美国 甚至人伟已经将国籍改成了美国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神伟被爆 在美国去世 对方给出的原因是自杀 神伟的父母和好友都在悲痛中不能接受 因为在离世之前 他和父母通话 并通知家人 自己回国的手续已经办理得差不多了 神伟的父母也非常开心 一家人终于可以团圆 可在几天后就收到儿子去世的消息 实在是太巧合了 虽然他们一直以来都分割两地 但是经常联系 如果人伟有自杀倾向 他们肯定会察觉到 他的同学还爆料 人伟是个性格活泼的人 还有要为国家效力的志愿 可惜在26岁就离世了 年纪轻轻又失去了一个人才 无论是张守成 还是人为的离世 对我们国家都是一个损失 在归国前困难重重 最终还是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身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